Hi my name is Kyle Ewan 今天要來跟大家分享一下音樂日常 那我們今天要來講的就是我們 為什麼要來做原創的音樂 因為如果大家知道 我是一個攝影愛好者 所以跟音樂其實沒有什麼大相關 但是我拍了這麼多影片 那我覺得最重要的是 那一個在後面帶起整個影片的起承轉合的音樂 那才是一個帶起整個影片的流動的感覺 那個高低起伏的感覺 那個音樂我覺得才是重點 所以如果你一個好像很舒服的感覺 但是你音樂放一個搖滾很爆炸的音樂 那整個就是完全不符合 那你可以在奇怪的平台上 像是有訂閱服務啊 或者是你買單手單手的 你才能來放到廣告啊 或者是你要盈利的話 你才能使用合理的去使用這些音樂 那那些都還蠻貴的 就可能一個月要幾百塊 那如果你買單手單手 可能甚至要幾千塊一首 那自己做音樂其實 還蠻有挑戰性的啦 就是你自己需要有很多時間 花還蠻多時間 要先有靈感 像是有的時候沒有什麼靈感 你就做不太出來 你心目中想要那個感覺 那你要有靈感 然後時間巧合 然後還有運氣成分 你才能製作出你心目中覺得 哇塞還不錯的音樂 那我從2018年開始做背景音樂 就是我自己的音樂 我都是以我自己為中心 所以就是我要聽起來 我自己很開心 就是有點像心靈雞湯啊 就是我如果 就可能要放鬆心情啊 那我就可以點開我自己的音樂 然後就是哇好像很舒服 好像到一個大草原 然後就是很舒服的感覺 而不是想要放到夜店 然後就在那裡嗨那種pop music 或者是很瘋狂很炸的音樂 電音之類的 但是最近在玩玩 反正音樂就是一個好玩的東西嘛 那你就是有各種不同的變化 然後你有不同的音色 然後你有不同的組合 所以你有同樣的組合 不同的音色 你整個會聽起來完全不一樣 那我們最近也在研究一下 可能比較電音 或者是比較電子的樂器 就再研究一下 而且現在我的原創音樂 我都越做越短 因為其實我的主要目的是 我聽起來舒服 那第二個目的就是 我要放在我的影片裡面 當作背景音樂 所以如果你起乘轉合 太攏長的話 你根本聽不到 因為我影片就是一個段落一個段落 所以我就會挑某一個段落 可能就是比較high的段落 或者是比較冷靜 比較溫和的段落來使用 所以我不會一次把整首 所有起乘轉合 各種慢慢鋪陳 全部在一個影片裡面呈現 所以我就覺得 好像有點浪費 所以我們現在比較走向 越來越精華 就是可能 溫和 然後就直接跳很high 然後就溫和 然後就結束 就是那種比較短的結構啦 2020年初的時候 我開始製作我的第三專輯 那我對於專輯的定義就是 就是一坨音樂把它塞在一起 那就叫專輯 所以我從第一個專輯第二個專輯 到現在第三個專輯 那最近應該就會把音樂慢慢的丟到我們的YouTube 我的YouTube頻道 然後就是看有沒有人想要聽啊 那其他的平台啊 我就再看看有沒有有人推薦或者是什麼樣的平台 也可以也把我的音樂丟上去 反正就是我的音樂就會慢慢丟到YouTube上面 那有興趣當然就去聽一下我們的完整的音樂 那這次的音樂就是有長有短 有比較可愛的 有比較溫和的 然後有比較瘋狂的 有比較跳躍式的 反正就是有各種不同的風格 混在同一個專輯裡面 因為我們已經做了很久很久 從2020年初到現在已經2021 所以各種不同的風格都有 然後我們的心境也不太一樣 反正就我改變我的音樂 也跟著改變 OK那這就是我們今天的音樂日常影片 那當然是用這影片按個讚 訂閱我們頻道可以看更多的相關影片 這裡有一個全部都是日常影片 Playlist Make sure you check it out My name is Kaiyuan and I will see you guys next time Bye bye